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侃金融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7月6日8点30分 美东时间2020年7月5日20点30分 我们再次一起把握大势赚大钱 那么我们现在啊 今天主要说一下基本面上的消息 因为呢 技术面上呢 从目前来看 咱们往期的节目已经说了 从前天开始 从前天就是周四那根阳线开始 我们将进入周期性的一个中牛 中牛市 为什么我说一个中牛 一会我们看基本面的消息 而且咱们以前的判断不变 就是说不会出现急速大牛 急速大牛那种快速上涨 像15年上的帮忙快速起来快速下来 14年底到15年上半年 这段时间呢 是不太可能出现 咱们一会看一下基本面的消息 但是啊 从总体上来说 应该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去上这种小慢牛啊 或者说是小中牛啊 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再去讲过多的技术问题 呃 可能呢 就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只要选对了网块 选对了时间点 那咱们就在技术上 咱们就主要谈一下时间点 其他的 嗯 基本上进去 只要你别没事碰着ST 说不是我现在就赶上牛市了 我就牛去 那一般的情况啊 不会出现什么呃 大的状况 呃 但是呢 您板块呢 大概其得选对了 咱们前一段一直强调的 那未来 金币板块 呃 咱们说了 券商基本上这礼拜就快 呃 差不多了 应该因为已经涨了很多了嘛 那么 如果金融板块轮动 应当是保险和银行开始动 特别是什么样的保险和银行呢 呃 特别是这银行特别是跟券商啊 就是同时 像什么光大集团底下 又有光大银行 又有光大证券 像这类的啊 广发银行 广发证券 广发银行 广发证券 呃 再有像什么招商银行 招商中券 中期银行 中期银行 中期中券 就类似于啊 我不是推荐股票 咱们就说的是 呃 这几类啊 这 这类型的 呃 券商和银行 那么下一步可能他跟他相关的银行 和他相关的像是保险 或者说他们有意可能要收购的保险 或者他们有意互相持股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么 我今天在这里补充说一下 呃 今日头条 不知道为什么 把咱们这个 号给封了 呃 说是咱们这个内容啊 涉及的 呃 有涉黄和低俗的 内容 这个咱就不知道是 怎么 我这拨着这个金融会涉黄 那这个不太清楚 这个 我也不太愿意跟他们再 轻易沟通了 那咱们以后呢 就这个平台呢 就基本上 呃 大家就不用再关注了 咱们就主要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和这个YouTube 呃 就可以了 我的YouTube号码呢 呃 在就叫阿满侃金融 啊 大家可以这个 就是油管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咱们先来看几个消息 下面我们先来看新浪财经的第一个消息 呃 中正报头半头条 啊 培育A股健康牛是 育心机 开心局 重要抓手 注意啊 这句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整个这个内容啊 啰啰嗦嗦很多 我们就不再这个 一一讲了 总而言之 这句话啊 咱们就总结三番就言 什么您再去看见了 就是一句话 这个牛 不能像14年级15年快乐快涨暴跌啊 这是不需要的 呃 咱们反过的强调 我们A股是什么事 是政策事 那么既然是政策事 现在这个 中正报的头条 就代表了政策方向 政策方向就是说 要健康牛 什么是健康牛 一企业要支撑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基本面 第二 啊我们 整个的牛市 要符合经济发展 的需求 第三 我们的牛市 不能暴涨暴跌 必须要持续的 缓慢的 经久的 一路向上 这是一个 我们前进的方向 和我们的呃 思路 那我们全顾思路 那么我们再看 另外的消息啊 呃 财经早报 专家称呢 第二季度GDP 呃 增幅呢 大概率呢 转正 那么注意啊 这个消息 是非常好的 呃 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因为为什么 我们第一季度是负的 第二季度啊 大家认为 有可能转正 也有可能没负 可能会稍微负一点 呃 如果转正呢 也可能也就是转正 百分之零点几 可能到不了一 结果没想到的 现在的预测呢 是经济动能的 进一步提升 动能的 然后 进一步提升 提升到什么份上呢 看啊 看这里 是 中国看的 预计全年GDP 实际同比增长 2.3 我们当时原先 预计的是 整个童年的 全年GDP的 可能能够增长 百分之零点几 啊 就是能够转正了 就已经非常好了 结果没想到 现在啊 现在就是说 从我们现在恢复情况来看 应该是在2.3 那么也就是说 三四季度 能够把 第一季度的 呃 这个 衰退 给背回来啊 给背回了一部分 当然全背回来是不可能的 啊 这也不现实了 我觉得这个预估啊 应该是比较相对的比较客观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保险 咱们说了 现在要注意基本面啊 要注意基本面 不光是他的业绩 那么保险公司 我们要找 我们找保险 找银行 找什么的 要找业绩好的 啊 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 我们不要去接触什么 不要去接触小银行啊 别我一说银行 找找一个什么什么小银行啊 什么农商行之类的 这些就不要找 我们要找一些什么中型的啊 中型的银行 潜力最大 那么宇宙级银行呢 我们要不要关注呢 宇宙级银行 您可以看看啊 宇宙级那几大行呢 他要是一动的话 别的股票就没分再动了 那所以说呢 这宇宙级的银行呢 我们也慎重 就是中型的银行啊 是比较好的 那么中型银行 我们在谈的回保险呢 保险我们找什么样的呢 啊 注意啊 保险公司 我们要找啊 我们也是要找中型的 为什么 大型的不会轻易的 去干这种举盘的事 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完成混改 注意啊 我说的是完成混改的 这种保险 一般的情况下 会有这个 看这块啊 这个举盘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上半年的资金 资金 重仓的是什么呢 重仓的是科技和医药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们认为医药股啊 医药股当中的医疗器械股 可能是呃 因为医疗器械正好是医疗跟科技的结合嘛 应该是没涨完啊 医药呢 我们暂时先可以呃 放一放 因为呢医药上半年涨太多了 那么科技呢 应当是未来整个中国战略规划的 虽然我们现在不怎么提这个啊 五年后吧 咱们别提这个敏感字眼 什么到时候再被这个黄标 五年后的事情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还按不就弯才做啊 就是怎么样的 就是呃 悄悄的进水 打枪都不要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我们走的是这条路 所以呢 科技啊 我们认为是一个中长可以看好的 呃 看好的情况 那么上半年楼市的基本复苏 说明咱们前一段的判断 说让咱们现在关注金融和地产 那么这一块就说明一个地产的另外一块 那么在这些消息当中 没有的一块是什么呢 呃 没有的一块是在美股啊 我们一会看一下这个美股的情 呃 不是美股的呃 技术情况 是美股的基本面情况 巴菲特出手了 巴菲特出手啊 收购了一个能源企业 那么收购的能源企业 对于中国的整个能源板块和全世界的能源板块 可能都会有一个提振作用 那么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三月份 如果大家啊 如果大家在跟着我们 这个会员啊 跟着我们会员群这一块 在做呃 在在在在这里参与的应当是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就是能源地产 我们在上半年已经说了 我们做的这是什么局 是长远布局 我们看的是将近九个月到一年啊 九个月到一年 这种中长线股票 就是不用你来回来去折责 他跌了你甭理他 你就你就买入 他涨了你就呃你你也不用管 涨到一定程度了 哎 足够啊 足够让你认为满意的情况下 你再出手 那么对于创业版这块 创业版现在呢 注册是开始已经 密行了啊 一百八十几家企业以IPO 那么对于创业版这块 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没有什么一些呃 财财财务学基础的人呃 朋友呢 您最好不要最好不要暂时先不要介入这个创业版 改革后的创业版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这块嗯 现在新的创业版必须要有一个业绩支撑 才有可能去推动啊 才有可能去推动 所以这块的创业版呢 选股比较困难啊 注意啊 由于他注册制注册制就是把这个责任 放给了保健人啊 和保健代表人 那么呃 同时呢 让我们股民呢 也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对于这一块呢 如果您没有财务基础 只是凭借技术分析来说 那我建议就是创业版这块 你现在先放一放 那么最后一则消息 是我们前一段啊 是我们前一段一直强调的 只要人民币稳定 我们的A股就会 不断的创出新高啊 就不会不断的走高 而我们当时初步的判断是 人民币趋稳应当是在 七月中旬或七月下旬 就开始要往上走 而且不是咱们当时强调是什么 叫短空长多啊 很多很多外媒和外边的预测是 短多啊 是说是什么咱们中央在维护啊 各种咱们的一些央行在维护啊 是这种是短多长空 但是咱们当时给人判断说不是 从技术图形上来看 是短空长多 那么现在这则消息出来 全球外汇储备自然中 占品创新高 人民币正成为避风港 那么在这儿呢 今年第一季度 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占 升至2.02% 那么说明咱们的判断啊 再次得到了基本面的印证 咱们是从技术面 现在倒推基本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说一下技术面上的事 整体上来看呢 我们看啊 这块咱就没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那上证当时是最差的 你看现在这个 这大个挫子一拔将军 量也上来了 然后价格也起来了 这量价齐升 这个咱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你像这 这大个是马上可能就要 往这去调去了 现在深圳这块呢 稍微弱点 是因为这个创业版开始调嘛 那么我们就不看这个技术了 我们看一下估值期货 我们看一下估值期货啊 估值期货呢 从目前来看呢 今天有可能上 就是上午啊 上午还往上冲 有可能要延续到下午的前一个小时 嗯 从估值期货上来看 但是呢 总体上呢 由于这块 我们看现场 由于这块涨的比较多了 我们来看上这 由于涨的已经比较多了 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缺口 不排除啊 到下午尾盘的时候 回调啊 不排除回调 因为他现在 我们看这个技术图形 看这是我 我跟大家说的 不会是像上证时的 那么往上窜 啊 就像就像这看 登登这种跳空的 啊 这就是不健康了 健康的是什么呀 看一个台阶 哎 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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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台阶的往上上 这叫健康 那么从目前看呢 他到这个台阶 我们看啊 他横盘 横盘之后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应该在这个位置啊 横 如果再往上走 应该往下回踩一下 回踩到这 或这 啊 回踩到这 或这 就是 差不多是在 A50的 一万四千 一万四千五百 五到 一万四千 七百九十五 左右啊 他应该回踩这么一下 回踩之后啊 回踩之后啊 还会继续往上 这个往一路向上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回踩呢 我们看这块啊 一千四百五 刚才我说 一千五 一万四千 五百七十五 一万四千 五百七十五 这块 那么也就是说 把这根阴线吃了 我们都不用太担心 注意啊 把这根阴线吃了 我们都不要太担心 那那是什么 时间点呢 就比如说啊 把这个缺口给补了 这是什么时间点 那是你的加仓 时间点 注意啊 是你的加仓 时间点 当然了 如果他要不补 说明啊 说明 就非常强势 但是如果要是补 那是你的加仓点 千万不要割肉啊 千万不要割肉 说又是不是牛叔要走了 不会走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 如果我们 以前被套的股票 现在刚刚解套了 不要以为要刚解套了 我再也不碰股市了 股市的春天 中国A股的春天 刚刚来 啊 中国A股的春天 刚刚来 您现在走 走完了之后又 走完了之后 过两天 看见人挣钱了 再进来 得又扣里头了 我们现在是要持股 待找的时候 那么总体上呢 我们对于啊 今天的分析呢 呃 就先到这 呃 因为今天 为什么我现在的语速 比较快呢 因为咱们尽量的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大家呢 最多的信息 而且呢 咱们尽量的是 在15分钟之内 把所有的节目 都给做完 那么由于呢 未来一段时间 呃 应该是整体向上 那咱们的未来节目的 争取压缩一些时间 啊 压缩一些时间 呃 让大家呢 能有 呃 更多的精力 去筛选股票 那么如果您对我的节目 喜欢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点亮小铃铛 点赞 加转发 谢谢 谢谢 晚安 嗯 嗯 嗯